欢迎收听《一世邪君》第三百一世回 皇帝立下这个时候脸色发白攥起了拳头 他那似乎是下定了决心 难道除了气质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真实在是 文先生目中露出了一点奇怪的神色 竟然像是忌惮 这是最稳妥的办法了 也是最安全的办法 对付君墨邪这种人 不 防范君墨邪这种人 最要紧的是 就是绝技不能让他抓住任何一点把柄 半点都不行 陛下你要知道 君墨邪与君战天父子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对天乡全无任何感情可言 而且从这段时间来看 君墨邪他 他什么 他的末世苍生 甚至根本就是不把人当人看 他呀 就是一个纯粹的冷血 他杀人时的淡然 折磨时的自如 我仔细的看过 有始至终 他的眼神也完全没有改变过一点 要知道 纵然是杀鸡杀狗这眼眸中多少也会有一些许的波动的 但是 这个君墨邪 却全然没有反应 他或者脸上有激动 但是眼底却近是一片平静 杀人对于他来说 就像是肚子饿了要吃饭 那么的理所当然啊 在当时高手之中 就算是举世公认的 也冷血残杀出名的冷血至尊类无碑 在这方面 只怕也做不到如君墨邪这样的云淡风轻吧 这是骨子里边的对人命的倾鉴 这是灵魂中的嗜血 陛下 君墨邪这个人的危险 要远远的超过任何一个人啊 这就是一个天生只为了杀人而存在的 这份危险就算是杀手至尊 出气魂也未必能及啊 文先生停顿了半天 感觉到没有办法形容 竟然呢 不自觉的停住了语音 皇帝陛下 激灵灵的打了一个寒颤啊 也不用文先生说的太明白 他已经清楚的认识到了 若是让君墨邪这样的人 拿到了自己陷害他父亲的证据 这种后果可想而知 君墨邪绝对是会不顾一切的 而君墨邪目前所掌握到的力量 已经是自己没有办法撼动的强大的存在 就算是突然袭击 也没有把握 君家满门只需要随便的逃出一个 那也是世间少有的顶尖的高手啊 当真是天天提心吊胆的防备 这样急速的高手刺杀报复 日子势必惨不堪言 血见堂 不得不起 非弃不可 文先生这个时候突然笑了笑 此外 对君家只有怀柔 一味的怀柔 怀柔到底 怀柔到近处啊 相信 现在君家还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 一切呢 便有斡旋之余地 若是在此之前 陛下就先修复了彼此的关系 那事情也不是不可为 和我记得 君老公爷在半年之前曾经向陛下提出 希望君墨鞋能够迎娶 灵梦公主 皇帝陛下 眼神定定的看着夕阳落下 深深的吸力口气 不错 确有此事啊 那么 陛下应有打算了 皇帝沉默了半晌 长叹了一声 似乎还是感觉不妥 先生 不知 顿世先公之中 可有少年才俊啊 文先生一愣 半晌似乎是思考了一遍 没有 先公之中固然多有世外高人 但是年岁均已不清 如何能够 还有这等世俗家世之孽啊 那 那先公之中的少公主 少公主今年也快六十岁了 少公主的儿子也三十多岁了 孙子才五六岁 再者说 就算是皇上有心攀亲 先公方面 却未必就愿意恕君家这个大敌 君家背后之高人 实力可以说是高深莫测 便是公主亲身相对 也未必就敢说有什么胜算啊 皇帝终于叹了口气 唉 既然如此 那也只好便宜君莫写了 文先生也叹了口气 陛下 也不可太过于乐观 事到如今 此事君家是不是还肯同意 这还真是难说得很 今上天花不容易啊 事中一片寂静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了 独孤世家之中 独孤纵横老爷子 两只眼睛瞪得如同同龄相仿 看着数月前还恶努多姿 小妖隐隐可握的孙女 如今呢 竟如同企鹅一般夺着步子 实在是心里不甘啊 身后 独孤小异的母亲啊的一声 完全不可置信的眼中了嘴 所有人都是瞪着眼张着嘴 实话当中啊 终于呢 老爷子回过神来 就像是一头疯狂的老虎啊 在笼子里边转了转 终于没有发现 可以出气的东西 漠然郁闷的一声大吼 恶狠狠的扑了上去 逮住了一个儿子 七个孙子 是大打出手啊 逮住哪个算哪个 是一边打一边骂呀 独孤小异赶紧上来劝解 他走到哪里 效果很显著 人人都离得他远远的 唯恐的碰着他一点半点的 那可就糟糕透顶了 于是乎呢 独孤小异越发得意 就如同是救火队员 这里跑跑那里蹿蹿 就如同呢 是在做什么好玩的游戏一般的 独孤纵横老爷子发怒 在独孤世家 那早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了 独孤小异呢 也早已经习以为常 但是 独孤小异似乎有些得意忘形了 毕竟啊 在自己的身上 绑上那么厚的一个枕头 不是多好玩的 也不是很牢靠 缠着布条 虽然结实 但也禁不住跑动啊 能支撑到现在 就已经是一个 不大不小的骑士了 于是乎 终于又支持了一小会儿就 自从孙女进来 就紧盯着他不放的独孤老夫人 突然发现了一个令他无比震惊的事情 从他一进来呀 这老夫人就觉得有些奇怪 这丫头不像是那什么呀 于是呢 他一直仔细的观察着 始终有先入为主的念想 于是精明的老夫人竟是怎么也想不通 其中的玄机 忽然呢 这个时候 那累累赘赘的大肚子 竟然缓缓的往下滑落中 从靠近胸脯的部位一直滑落 竟然滑到了小腹椅下 而且呢 还在继续的下滑 到了大腿 老夫人的眼睛猛的张大了呀 独孤小义 显然也发觉不妙 赶紧的用两只手 偷偷的在下面一拖 又给提了上来 却不敢再大肆的跑动 鬼鬼祟祟的探头探脑的四处打量 疼疼住手 成何体统 独孤老夫人 一顿龙头拐杖 大怒喝道啊 那边爷孙几个愿打愿挨 依旧在打得兴高采烈 小义丫头啊 你给我过来 老夫人对那父子祖孙九人没办法 翻了翻白眼 干脆叫道 干什么呀 人家身子笨重 不方便 你刚才跑来跑去 可没怎么不方便 来 让我仔细看看 独孤老夫人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就要往他的肚子上摸去 哎 奶奶 你要干什么呀 这里边可是您的虫外孙 您可小心 话没说完 扑的一声清响啊 独孤小义 刚刚说的虫外孙呢 就从他的裙子里面掉了出来 蹦蹦的地上还弹了两下 歪歪斜斜的滚出不到一杖不动了 却是一个圆圆的枕头 这玩意儿本来就活动的厉害 独孤小义这边松开手 再那么一跳 顿时就露了马脚 小义脸咧嘴 搅着手满脸窘迫呀 这件事顿时又将全家人整齐的擂了一遍 独孤红好老爷子张着嘴挥出的拳头 停在了半空啊 忽然之间呢 他扭曲着老脸 龙行虎步的走了过去 呵呵呵 好好好丫头 真是长大了 能戏弄爷爷了 了不起 爷 我 独孤小义惊慌失措 狠狠的走 独孤无敌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救命啊 独孤小义撒腿就跑啊 独孤红好老爷子一个肩步上前就揪住了地上的长长的布条 一用力像是钓鱼一般把独孤小义吊了起来 独孤小义挣扎着尖叫着 眼泪都流着出来呀 独孤老爷子打孙子 没觉得如何 这才刚打了孙女两巴掌 却觉得呀 心横了起来 竟然没有再忍心下手 爹 你把这无尼丫头交给我 我 我今天抚养这丫头 独孤无敌从地上爬了起来 搓着手 一脸的狠色 竟然敢吸引他老子我 真真是给好好的叫训 狠狠的打他一顿 好了好了 你这王八蛋给老子滚 小义身子娇弱 其实可以打的的呀 还不给老子退下 滚一边去 独孤纵横那一吹胡子 独孤无敌满脸黑线 刚才你那两巴掌 可是相当的磁势的呀 独孤小义 抽抽叶叶的站了起来 抹着眼泪 好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啊 一家人竟都是看着那个远远的枕头 没了声音 凉酒 独孤小义的母亲才一脸的无助 看着婆婆 母亲 这 这可怎么办呢 怎么办 凉拌 事情已经这样了 还能怎么办 独孤纵横 瞪着眼气呼呼的说 还能怎么办呢 这个丫头挺着大肚子进来 现在估计整个天乡城都追到了独孤家的孙女 怀上了他们老君家的种 还能怎么办 居然有这等事情发生在独孤家 真是家门不幸 爹 那您的意思是 独孤无敌小心翼翼的说 他算是看明白了 今天错误最大的不是独孤小义 而是自己 貌似是自己说什么都不对了 直接成了老爷子的眼中钉 我就是生了一个姑娘嘛 貌似也没做什么孽呀 我的意思 混账 现在这个家还有什么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能代表你闺女的意思吗 我说一句不行 独孤世家岂不是臭到天上去了 你呀 你就不能多长点脑筋吗你 你呀 早晚得把我气死 独孤无敌缩了缩脖子 一句话也不说了 你怎么不出声了 你不是很有能耐吗 你还敢跟老子玩无声的反抗了是不是 没想到闭着嘴也能惹祸 好了 明天就安排人去军家 好好谈一谈这件事 一定要谈出个结果出来 明天 不大好吧 县下的军家 却也还是多事之秋 这明天未免急了点 行了 明天就明天吧 军墨鞋这小子 今天可是大杀了一通金城 独孤无敌小声的说 看看没反应又葬了一句 那小子真猛 真的猛才好 老夫人欣慰的点了点头 老人家的孙女婿 总不能是个软脚箱呀 传言说她独立战胜了四神玄 始终是传闻 今日见她大途金城 当真是豪气冲天 你这混账王八蛋 明知道我们一军家现在一条船 你竟然没有帮忙就回来了 如此没有人情味 这若是今后小姨因为娘的人不给力 在那边被欺负了怎么算 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独孤无敌彻底晕了 原来自己的老娘和老爹 一样的不将礼 独孤无敌 与独孤纵横爷俩面面相去 伴赏老爷子飞起了一脚 郑重独孤无敌的屁股 你这混账还不快去帮忙 光是在这里挺着干什么 很好看吗 独孤无敌急忙是抱头鼠窜 心中暗暗发狠的 去莫学 他骂的都是因为你这个小混蛋 英雄豪杰向前冲 这七人呢 不等爷爷的目光看到自己身上 都浩浩荡荡连滚带爬呀 在天乡城天翻地覆的时候 君墨鞋却窝在家里 专心致志的准备君老爷子进阶之事 在这个强热为尊的世界当中 实力提升越快越好 至于外面那些跳梁小丑 难道还跑得了不成吗 许致就算是跑了和尚的也跑不了庙啊 报复君墨鞋不急 顺便呢 在这段时间里边 让那些人自己吓唬自己 提心吊胆一番再说吧 回家之后 先将管清涵送回了他自己的小院 在他离开的时候呢 管清涵突然叫住了他 君墨鞋默然回首 只见管清涵娇窃窃窃的站在门口 身形是那么的单薄呀 君墨鞋心中一颤 这个美丽的女人 风华绝代的女人 有谁知道他承受了多少呢 君墨鞋上前深深的凝住着他 缓缓的伸出了手 别怕 一切有我 君墨鞋这句话呢 如同一座 坚实的如同高山军月一般的肩膀 靠在了管清涵的眼前 管清涵目光晶晶的一亮 别怕 一切有我 管清涵不再挣扎 就这么让他握着 这双手啊 真的是很有力 很温暖的 从管清涵那里出来 君墨鞋 顺道绕到了自己的小院 去看了看 叶姑涵眼下的情况 毕竟叶姑涵呢 玄功尽费 丹田破损 之前呢 更富有极严重的内伤外伤 如今的体质 比这正常人的还要更弱 不知道是否是叶姑涵 突然有了极其强烈的求生的意志啊 残破的身躯里 竟然呢 充溢了勃勃的生机 这点让这君墨鞋是非常的意外啊 一个人的状况如何 手中个人的毅力个性 以及本身的求生的意志 叶姑涵此刻的状态 实在是很出乎大少的意外 不过叶姑涵已经睡下了 大少呢 也就没有打扰他 在下一个地点 却是回到了大厅 大少也盘算了一番 决定准备着手 为姜老爷子提升阶位 这倒不是啊 金墨鞋太急 而是金墨鞋永远信奉一句话 好东西 尤其是好吃的东西 拿到自己手里呢 未必就一指算是自己的 随时都有机会会被别人抢走 唯有吃到肚子里便完全消化掉 这才真正算是自己的 九笛巅峰玄丹 当初可是曾经搞出了那么一场巨大的风波 引得呀各国强者纷纷而来 自然就是那样的随时会被别人抢走的一个好东西 再者说 此刻的金墙貌似呢 是占尽了无数的优势 莫大的仙机 傲视整个天乡 甚至于呢是整个天下 但是 君墨鞋君大少爷 却是清楚的认识到 君家的底蕴实在是薄弱的 仍远远不能与真正的超级世家相提并论 只是虚张声势的一个空壳子而已 这个空壳子 一旦有什么风雨爆发的时候 是不堪一击的 君墨鞋明白 如果想屹立于天乡帝国 那么就必须有真正的实力 只有有了真正的实力 心里才有底 才不会惧怕各方势力的挑战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亦是邪君 第311回 欢迎订阅